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开小马学经济的课程 今天的标题是什么 大家请看各国基础数据 是这样 每个国家在咱们这个世界上 他有哪些行为 他说话底气硬不硬 其实跟他各国的基础数据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我给您简单的总结一下 咱们就来看一看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世界上主要国家 国家很多嘛 200多个国家 我今天仅仅是列出了 主要国家的一些基础数据 看看这些个国家 它的人口地理GDP都是什么样子 咱们先看一下我总结的数据对象 哪些国家 我pick up出来 咱们看一下 美国咱们中国对吧 日本德国法国英国 包括北二兰地区 然后俄罗斯韩国朝鲜香港特区 以及台湾地区 其实我拿到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数据 但是我觉得全都给您罗列出来没有必要 对吧 那咱们就找几个 跟咱们这个平时生活相关的一些个主要国家 或者说地区 给您讲解一下 好 这些个国家地区 然后我给您总结出来的数据项目是 大家请看 比如说国土面积 人口 密度 包括GDP 因为我拿到的数据是2017年 所以说咱们就看2017年 然后人均GDP 包括一些贸易额等等的信息 好不好 咱们今天就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些内容 好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我给您总结出来的2017年到2018年的一些基础的数据 但是这些是比较详细的数据 读起来比较费劲 那么我给您简单的简化一下 咱们看一下我第二张图 这张图 大家请看 这就非常好理解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说国土面积 大家请看 美国980万平方公里 咱们都说咱们的中国地大物博 对吧 咱们是960万 其实美国的地面积比咱们中国要大 日本比较小 日本是37.8万平方公里 但是注意这个数据不包括日本的海洋面积 然后德国35万 其实德国二战之后的国土面积小了很多 然后接下来法国55万 法国的面积不是很小 然后英国加北阿尔兰地区24.2万平方公里 俄罗斯 大家请看 俄罗斯这还是就在他解体之后 苏联解体之后 他居然还是大鳄 1709万平方公里 好大好大的面积 不过俄罗斯的面积大部分都是冻土 就说这个土也不能种庄稼 什么都干不了 只是有这么一个国土面积 对吧 那也行 万一以后底下有石油 韩国大家请看10万平方公里 韩国比较小 朝鲜12万平方公里 朝鲜跟韩国挨着 他们俩国土面积 朝鲜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大家请看 咱们的香港特区 是1100平方公里 没有万 1100平方公里比较小 然后台湾地区 3.6万平方公里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各国和地区的人口 美国3.3亿 中国咱们是14.3亿 大家请看这个数据 咱们中国的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倍 对吧 1比4的感觉 美国剩一个人 咱们中国就剩4个人 就这个感觉 然后咱们又开放了二胎 所以说今后的人口还会增加 肯定会增加 然后日本是1.2亿 其实我现在拿到数据是1.2亿 1.3亿之间 大概咱们就算1.2亿好了 因为日本现在面临烧子化问题 老人比较多 孩子比较少 现在一般一个家庭 生两个孩子比较多 生一个到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日本家庭其实比较少 德国人口8300万 法国6500万 英国6700万 英国的人口还真的不是很少 然后俄罗斯 大家请看 它是世界第一的国土面积 但是它的人口只有1.4亿 冷得都没劲生了 这个感觉 韩国5100万 对吧 朝鲜2500万 大家请看 韩国人口是朝鲜的一倍 对吧 如果这两个国家打起来 我估计 朝鲜肯定是那吃亏的 你人口就不占优势 对不对 你光那么多兵器有什么用 而且大家还都恶肚子吃不饱 香港特区 743万人口 然后台湾地区 是2377万 最近 我也不可以看了一些 台湾的报道 都是讲 下次总统选举 他们之间宣传的口号 就是之一 就是我们2300万 怎么样 这咱不说 好 现在就有绿有蓝 对吧 美国 咱们看一下这个人口密度 美国一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是33人 对吧 然后就平均 然后中国一平方公里的人口是149人 日本 大家请看多了 日本是340人 对吧 德国234人 法国118人 然后英国278人 大家想俄罗斯 俄罗斯这么大面积这么少的人口 也就是说一平方公里 俄罗斯人口只有9人 连双元数都没凑到 好 韩国的每平方公里是511人 朝鲜213人 大家请看香港特别行政区 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6723人 就是说香港的人口密度极大 极大极大 然后台湾地区一平方公里是657人 好不好 这是大概的人口密度 接下来重要的数据 GDP2017年 美国GDP19兆美元 咱们中国12兆 比美国稍稍差一点点 然后日本4.8兆 这就不行了 对吧 以前他是第二 现在不行了 德国3.6兆 法国2.5兆 英国及北爱2.6兆 大家请看 其实这些个国家 你看为什么说 他们欧洲这些国家 地比较小 人口也不是咱多 但是大家请看 他的GDP 没说比咱差太多 也是上兆美元了 说明什么 说明欧洲这些国家的科技 是没有问题 科技非常的顶先 俄罗斯 大家请看 这么大的国土面积 但是人口比较少 对吧 所以说他的GDP是1.5兆 情有可原 他人口比较少 对不对 然后韩国 大家请看 韩国地域不是很大 人口不是很多 他既然和俄罗斯的GDP是一样 也是1.5兆 所以说韩国真的是一个挺厉害的国家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全世界手机的销售排名 第一个就是韩国 三星 第二是咱们的华为 然后第三是苹果 第四是小米 第五是OPPO 其实如果今年美国 如果不打压华为的话 我认为华为会超过三星排到第一 这是今后的话题 好 咱们看看朝鲜 朝鲜居然还有173亿美元 香港特别行政区 3400亿 小小的地方 香港居然有这么高的GDP 真的没说的 所以说非常的重要 对吧 香港是咱们中国不可分割的地方 然后台湾地区 5700亿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台湾的科技也是非常非常的领先 尤其是台积电 对不对 咱们再看人均GDP 非常重要了 美国人均GDP 61247美元 这就非常高 相当于人民币 咱们如果按1比7的比率的话 大概美国一个人的GDP 是42万人民币 相当的厉害 简直就不可思议 什么真的是科技发达的第一国家 这个没说的 大家为什么一说出国办绿卡 都办美国那么的 都办去美国 我们对不对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在美国 中国人均GDP差一些了 8600美元 这稍微差一些 日本39000美元 这个我得说一句 因为现在日元对美元的汇率 是1比107到108之间 那么人均GDP 如果是39000美元和4万美元的话 大概日本和折合成日元的话 是420万日元 这个日本的平均年收是440万 大概和人均GDP 是差不多的关系 所以说这个数据 我认为还是比较准确 德国 大家请看 4万5000美元 非常的不错 法国 39000和日本差不多 然后英国 法国 日本都差不多 俄罗斯 俄罗斯跟中国差不多 1万美元 比中国稍微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它毕竟人口少 对吧 人均的话 比咱们中国多一点 这个不新鲜 对吧 再想一下 韩国 大家请看 韩国 小地方 人口也不多 但是 它的人均真的是很不错 韩国我认为 真的是一个挺有根性的国家 3万美元 人均GDP 3万美元 朝鲜不用提 跳过600多美元 好 大家请看 咱们香港特别行政区 人均GDP 48000美元 比日本都高 比德国都高 这真的是亚洲的精神中心 但是今年 香港的经济 肯定发展不好 由于某种原因 这我就不说了 如果说的话 我放到我的YouTube频道 在国内肯定发不出去 然后台湾地区 人均GDP 也是非常的不错 25000美元 对吧 OK 接下来 去年2018年的贸易额 非常重要 大家请看 美国输出 这我这鼠标怎么 就不可能 就总消失了 输出1.6兆 输入2.6兆 大家请看 美国是严重的贸易赤字 为什么 它往外卖的少 买的多 买的将近1兆 贸易赤字是1兆 所以说美国 特朗普天天天都闹 我得加关税 我得要求贸易平等 通过这个数据看出来 真的 它不无道理 谁都愿意 多卖东西 少买东西 对不对 这个咱放到精通再说 中国大家请看 输出2.2兆 输入1.8兆 大家请看 这是中国是贸易顺差 没有问题吧 这是黑字 美国是绝对的红字 日本大家请看 7300对7400亿 几乎是输出之平 所以说 日本在国际上 对于说 你们国家买太多 卖太多 没这个 其实日本是输出性的国家 对吧 但是它输入居然也这么多 说明在国际上 对它的在贸易上面的指责 非常非常少 对吗 它非常平均 对吧 德国输出1.3兆 输入1.0兆 大家请看 德国这个国家 国土面积不是很大 人口不是很多 但是它输出的居然是赵卫级的 输出都是赵卫级 所以首先说 德国是一个输出性的国家 尤其是汽车 对吧 然后它的输入也非常多 所以说 这个数据看得出来 德国在欧洲排名老大 是完全没有问题 接下来 法国 法国是德国将一半 输出5800亿 输入6700亿 法国稍微的有一点点 也是有点这个贸易 这个贸易逆长 然后咱们再看 这个英国加北爱 4600亿 对 6700亿 这个也是稍微的 有点贸易逆长 这是赤字 对吧 就是说赤字 就买的多卖的少 对吧 俄罗斯 俄罗斯 大家快看 俄罗斯的话 这么大的国土面积 但是它人口现在比较少 所以说它也是走输出性经济 俄罗斯主要是输出石油 对不对 所以说它输出的是4400亿 然后买的是2300亿 它这是贸易黑字 对吧 然后韩国输出6200亿 输入5100亿 韩国也是走输出性经济 对吧 所以说它也是贸易黑字 对吧 有时赤字黑字 有时我也经常搞混 其实咱们就记住一点 就是说我卖的多 买的少 我就是黑字 我卖的少 买的多 我就是赤字 这么理解就可以 就说我花钱多 那我就赤字 对不对 好 香港地区 大家请看 输出居然也是5300亿 然后输出 因为它是个比较发达的地区 所以说它买的东西也非常多 对吧 所以这稍微有点赤字 对吧 然后台湾地区 台湾也是输出型的经济 特别是芯片 对吧 电子厂业 它输出的是3300亿 然后买入的是2800亿 这么感觉看起来 美国经济排在世界第一 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而且它的赤字 也是非常的大 这就导致了 现在有很多的 特朗普的政策 咱就能够看明白 它为什么 不光是跟中国 有贸易的摩擦 跟日本 跟欧洲 都有这些问题 只不过现在 跟日本的问题 已经刚刚签完 已经解决了 跟欧洲现在还在闹 但是也会解决 跟中国 现在是2019年 对吧 跟中国在年底 也会解决 第一阶段的贸易问题 但是第二阶段之后 该怎么做 咱们还要看明年的选举 才能够决定 包括如果明年 我拿到明年的 这个贸易额的话 我再做视频 给大家分享 OK 这就是大概 给您分享的 各国基础数据的 简单的内容 我会再总结 一些其他方面的数据 再做成其他课程 再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的课程 会放到GitHub上 然后有兴趣朋友 可以订阅一下 我的频道 OK 那这期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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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